我们请抽签顺序第三位 一级是登记三号候选人张志伦先生发表证件 时任畅明三次画面还是空荡荡 新北第八选区中和 唯一一场公办证件发表会 国民党张志伦直接放鸽子 张志伦先生是不是因为害怕 在证件发表会中 接受到我跟邱成员委员的检视 所以选择逃避就没有来参加 我个人表达非常的诧异跟这个遗憾 用这样子的态度来面对我们的民意 不只张志伦南彰化选区 蓝营谢一凤也缺席证件会 声称对手负面选举 所以选择接触选民寻求支持 但脸书贴出大胆美食照 这种会引起人家的反感 大家知道的事情 你不参加的话 人家会认为你不太注重 喜欢拥护的人都会有一个期待 既然在期待当中的一个失望的话 也许就会扣分 还有人去了证件会 但第二轮突然搞消失 两只麦克风丹魔狼手语翻译老师亮一篇 转播现场一阵尴尬 国民党彰化一选区的阮后绝事后回应 证件会无法执求对决论是非图具行事 我们尊重每一位立委的选择 因为今天很多人都在各地拜票 各种方式来征询选票 是否参加或参加的方式 我们都以尊重 嘴上说把选民摆第一 但能把证件清楚说明的时候 这些人选择了放弃 再次新闻 许书为王晨艺罗佩与台北彰化采访不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